心里躲猫猫 找到藏在你心里的秘密 我是主持人佳玲 我是心理师玉婷 让我陪你一起靠近潜意识 听见你心里的声音 哈喽 又到了心里躲猫猫的时间 开始之前我一样的要呼吁大家 去下载我们的app 你下载了吗 如果下载的话 欢迎在我们留言区里 有 打有 说有 我已经下载好了 不管你是iOS还是Android系统 到可以下载app的地方 然后输入起点文化 启动的起 然后点几点的点 起点文化 因为有时候会有人写错 你知道吗 对 起点文化 你就会找到我们的app 你就可以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好 玉婷回来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 我真的很常被问的问题 也是 我觉得我也自首 我也曾经有过这个尽头 就是我们在关系里 一定会有期待嘛 对不对 我们会期待 当对方如果全心全意的爱我们 或者很在乎我们 他就应该会知道 我们的一些需要啊 就我不用讲 你就应该会想到啊 这么明显了 为什么一定要 我每个动作都要做 那一定就是你不上心 才会不知道 那我很想要你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需求不合理吗 你可以直接打枪我 好 我要想一下说 这个要怎么样就会 因为我觉得 有这些需求 真的好重要 就是它是我们很人 很本能的一种渴望 对 我真的好希望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什么都不用说 你就懂我 对啊 这不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吗 真的很美好 而且会有一种 找到灵魂伴侣的感觉 对 好像就是 完全不用说话 就可以懂 对对对 好 那我要说 这个真的是非常真实的渴望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感到抱歉 你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太自然了 可是这个我要讲的是 它就是一个 我们在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 非常全能自恋的一种想象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 如果有一个人 他全心全意的关注你 你不用说话 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应该没有他自己 他才可能成就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注定 你有这个渴望 而另外一个人不可能存在 你就会注定不断的经验 一种失望的痛苦 对 这东西真的是 你只要谈过恋爱 多谈几次 你就会经验到失望跟痛苦 这年轻的时候 我承认我有 我会 我会期待 我好像多看什么东西两眼 然后对方就会注意 遇到我看到的东西 然后还会 如同我的想象般的 就把它带回来 买回来给我 可是就像刚才讲的 其实这是我们要对方 只有我 没有他自己 才能够做到 对 但是这样的话 它会造成我们失望 可是我们又要怎么去理解 这种 他做不到 好 我觉得这里面 先回到 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个爱情 那个你浓我浓的状态 所以我们确实在谈爱情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经历到那个幸福的感觉 用这一种满足一种 真的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们都只谈过恋爱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总是如此 是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个 没办法总是如此的时候 我们当我们没有意识到 人是有限制的这个状态 其实是我们非常原始的时候 就经验到的 我们是小baby的那一刻 我们其实一出生 我们并不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我们会开始经验到一种 我就是我哭 就是我饿了 我开始哭 我发现就有奶水可以喝 然后或者是我屁屁不舒服 我好像就有人碰一下我 我就变得舒服很多 我可能会开始用哭的方式去表达 然后可是这个时候我都还不知道 其实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叫妈妈或照顾者的人 他一直在照顾我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某一刻 你哭 你肚子饿 没有人来喂你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你的那个全能自恋 因为你都会以为是自己在控制这个环境 被满足 可是当你发现那一次 你哭没有人来 两次没有马上来 这个小baby他就经验到了一个失望 可是天知道那个妈妈已经忙翻天了 他一下子要洗尿布一下洗奶瓶 他有好多事情在忙 所以在那个惊天动地无数次又无法被满足之后 那个失望的小婴儿就会发现 原来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他的目光就从他自己移动到了外面 他的世界就变大了 所以失望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辨识关系的起点 因为你不是只有你自己 你有了另外一个人 所以当别人另一个人不是能够回应你需要 而你感到失望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 在这里有两个人 然后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人 这很重要 刚才玉婷讲的 失望的发生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变大 来哦 话重点哦 是世界变大 不是世界变差 真的是精致耶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失望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 很不舒服 你为什么没有来满足我 可是刚才讲了 不会有另外一个人随时随地都知道另一个人的需要 哪怕是爱你的妈妈了 他怀胎十个月把你生下来 他还是有自己的生活 而且他在做的事情可能还是在跟照顾你有关嘛 比如说奶瓶是要洗的 而且要消毒 对不对 然后你的这些干净的尿布是要去买的 对 他不可能随时都在你每一个欲望需求产生的时候 然后就会很快的满足你 对 所以其实像就是精神分析里面的一个学者 威尼卡他就有讲过 其实够好的母亲才能够让孩子发现他自己 就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到完美 他在那一些失望的片刻其实是帮助到孩子知道 我自己在这里 然后慢慢的你才会用 就是自己去找到自己的能力 真的是属于他的 因为当妈妈没有办法一直照顾你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去发展照顾自己的能力 是 所以失望才能长出能力 这个是重点 因为失望了 于是你不 当然有些人会说不期不待 没有伤害 这是一种解释 可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照顾自己的解释是 因为失望了 于是我们启动了自己 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力 跟开始练习去做这件事情 对 而且那时候 玉婷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你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你说因为失望才能发展出能力嘛 照顾自己的能力 不就不需要一直被别人照顾 也因为要照顾自己 你才会长出一些兴趣 然后兴趣也才会变成后面的 更专业的能力也好 或是支撑你一辈子 可以做一件你喜欢的事情 这一切是从失望来的 是 所以失望这一个起点实在太重要了 它可以带给你 就是没有极限的可能 是 但是它很痛苦啊 对 我要怎么解读失望呢 好 就是我 我经验到失望的时候 我最常会觉得 他是不是不在爱我 他是不是不在在乎我 他是不是讨厌我了 嗯 我觉得吼 这个真的是 对啊 特别在亲密关系里面 嗯 当一个人没办法 如你所想象的时候 你确实会往他不爱你 他不在乎你去想 嗯 对那可是真的你看 其实小baby妈妈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少了 他都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到 嗯 更何况我们长大成人 我们的需要变得更多 那也意味着 我们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限制也变多了 嗯 对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去想的是 嗯 当一个人在他的现实生活里 要一直做到完全为着另外一个人活着的这个可能吗 嗯 因为反过来想你可能吗 当然我不要啊 就是我要别人这么做啊 对 回到全能自恋的状态啊 是 对啊 我们有那个那个愿望 可是我们知道这不可能 因为我们连自己都 做不到 做不到 嗯 所以我觉得哦 这里面真的一直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嗯 当你觉得对方不爱你 不在乎你 这个感觉 是非常真实 这个痛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感觉是真的 你绝对不要怀疑你 觉得说啊 我不要这样想 他不是这样的 不用怀疑 因为你的感觉跟对方爱不爱你 这个事实 是不一定相关的 是 所以你一定要承认自己有这个感觉 你才能照顾你自己 嗯 可是跟对方爱不爱你 你如果能够区分 你才能够好好在了解你自己的需要以后 嗯 再回去跟对方做讨论 是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刚才讲 另外一个人不会随时满足我们吗 对不对 那我也有的时候 我也意识到 我真的不舒服 我受伤了 然后我去跟对方讲 我感觉没有被你爱到了 嗯 对但是对方还是做不到 或是他有他的困难的时候 我又要怎么理解 嗯 这会让我觉得 哎好心疼 这就是另外 就是我们真的也很真实 会浮现的 嗯 我们去沟通的时候 对方 嗯 可能也会有为难 对 他也没办法想到什么好方法 对 可以回应 这个是在沟通里面很常发生的 而且不管什么关系 都是这样子 对任何关系 那你可能很多人 大概都会开始想 哎 我这样说是不是让他不开心了 对 他脸色沉下来了 啊 会不会是他太累 我们开始 马上把自己的需求丢掉哦 嗯 你本来是带着失望 然后想要去跟他讨论你的感觉 可是你当你开始开口后 你看到对方的状态 你会马上把自己的需求丢掉 然后去体谅对方 嗯 去想说 哦 他最近很忙啊 工作太累啊 我怎么这样去跟他讲呢 这不是一件很体贴的事情吗 真的超体贴 不是应该成熟的大人要会体贴吗 是 但成熟大人 在这个体贴里面 如果我们是丢掉了自己的需要 我们其实对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嗯 对 因为我们把自己都割舍掉了 嗯 像是完全不顾自己去帮助 嗯 对方 可以维持他自己嘛 是 这就是很像 我们不是坐飞机一直在说的安全守着吗 是 我们一定要先自己带好氧气罩 才有办法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 对 所以当你把自己的需要割置 你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 丢掉 切割掉了 丢掉了 对 你在实务工作上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吗 我真的是蛮多蛮心疼 因为会想要用资商来了解自己的人 其实我觉得是蛮能够去设身处地 为别人 就是不想要麻烦别人才找一个付钱找一个人来嘛 对不对 对对 就是真的 其实真的这样子的来谈者真的非常的多 那也是蛮心疼 因为他们总是往自己身上 嗯 找问题 是 可是我在想 我们真正在找的其实是他的需要 哦 从问题 你不是在找问题 是在认清楚你的需要 对 把自己认回来 那我觉得这里面 我觉得想分享一个案例的故事 对 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真的很体贴 所以在别人眼中啊 他是一个超完美的伴侣 朋友 小孩 就是他在各个角色里面 他都是超级完美体贴的人 是 可是他自己就会分享说 他觉得他好像跟别人很有距离感 哦 对 可是是他自己的感觉 他知道别人没有这样觉得 因为别人都喜欢他 他感觉到他是可以对别人有帮助的 对 所以别人很喜欢亲近他 也不觉得有跟他相处有遇到什么困难 是这个 这个当事人他自己觉得他跟别人有距离感 嗯 对 然后这个距离感在他每一次照顾别人的时候 他都会更不敢去跟别人讲他的需要 OK 对 然后慢慢的 他会觉得 哎 好像他的功能越来越好了 因为他越来越强大 对 越来越能够去照顾每个人不同的需要 可是他自己呢 嗯 对他 他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他想靠近别人 但他靠近不了 因为他知道 要靠近别人 要去分享他自己 是 可是他做不到 对他总是那一个去倾听别人的人 嗯 好 那这个这个个案我们可能就发生了一个状况 好 就是我我也是跟他相处就是非常的舒服 很能够反思自己 他很会照顾分析师 对对对 他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去想自己 所以他很努力的就是 每次都会带题目来 然后自己想 也探索的非常的深刻 然后每一次谈话 他都会让我感觉到 他好像又更了解自己一点 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一个 他连你的成就感都照顾了 对 非常流畅的进展这样子 但是就有一次 我们可能就发生了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 他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迟到 然后迟到蛮有一阵子了 那我其实也 也没有办法跟他取得联络 那我就会等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约定的时间 我就开始在想 一个不这么 守规矩会照顾别人 他也会打电话嘛 那也都 也会记email 就是都没有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里 我一直在想发生什么事了 对 然后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发生路上临时有什么状况 他迟到了 然后他很抱歉 那我们就是 这次就是取消 这次我们就是取消 还是我们就改时间这样子 那我就会跟他做一个讨论 因为我们的约定 其实是资商时间 如果已经开始 其实这个session 就是要收费的 对 对那如果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要不要继续谈 对因为既然都要付费 那他当场暴怒 嗯 可以理解 就一般人的理解是 我没有使用 为什么我要付钱 对那 那这个里面 就会牵涉到 我们原本约定好的 其实是这样 是 然后以他 就是一个 他一个体贴人 跟他非常在意 每一个约定的一个状态 我确信 他是知道的 嗯 对所以 那个暴怒里面 我当然现场 我们是无法讨论的状态 他真的非常的生气 觉得我怎么可以 这样子对待他 我完全不体谅 他的为难 跟他辛苦 已经敢来见我 嗯 对他觉得 好多委屈啊 对我怎么可以 别人可以不懂我 你怎么可以 我已经跟你建立关系 这么的久 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人吗 对所以 所以我 我觉得 我其实真的很为难 所以重点不是 我要收那个费用 重点是 是 是 我看到了 他可以对我暴怒 嗯 然后讲出了这一些 他可能是最 他最失控的表现了 对 然后也是他 最真实的他 对 对他好希望 我可以体谅他 他也好希望 我为他破例 OK 这里面有那个 动力出来了 我希望我不说 但你能懂我的需要 对没错 他希望我 而且他一直觉得 我是那一个 他理想中完美 会照顾别人的 我就是他 想要成为的样子 可是当我 让他失望的那一刻 即便他知道 他的要求 不是我们约定的 嗯嗯 他还是把我想成 那一个 剥削他的人 就是那一瞬间变成 你跟他其他生活里 所有的人都 所有的关系一样 都是在他身上要东西 对 原来你要我 我来 就只是为了要收我的钱 对 嗯 但我们才 但也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 够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去谈 嗯 这里面 那个被剥削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 嗯 对 是 是你觉得 我是为了钱 跟你见面吗 嗯 还是你觉得 我们这里面 就发生了 像刚刚嘉玲 你讲的 其实跟你 比跟别人的关系 都一样 嗯 当你觉得 你都尽力做好 你只是 小小 一步小心 嗯 然后你很紧张 嗯 你觉得我就变脸了 是是 对 可是其实我没有改变 是 但你 你在心里面的那个紧张跟自责 把你 把我想成那一个剥削你的人了 嗯 所以我们就回到他的关系里面 嗯 他会有一种 一直都有那种恐惧感 如果我不满足你的需要 哦 你就会丢掉我 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它是不是有一个假设是 它必须是完美的 它是好的 它必须做好一切 嗯 否则他会得不到他要的 对 或者关注 或者喜欢 对 所以难怪他会觉得 他没有办法靠近任何人 因为他发现 如果他更靠近的时候 他就不完美了 嗯 那时候 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自己这个部分 哦 好深刻哦 他发现的时候有 很难过吗 嗯 嗯 嗯 当下是一开始是很震惊的 嗯 可是那个难过是后面慢慢的 哦 他才可以去接触 因为 当下他有感觉 可是他很难承认 对 我才应该很难 我没有 对 他觉得我没有 他觉得就是 我们就是在讲 这个迟到收费的事情 对 对 那个恐惧感 哦 对 而且有一天 如果他要 就是他得 那个人 能满足他的人 要离开 他也会失望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不用经历 那个人离开他的痛苦 所以这里面 真的是 嗯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心疼的状态 就是 我照顾你的同时 是我在确保 你不会离开我 然后我也不用承受 有一天 嗯 你会离开我的可能 哇 所以他那个 觉得跟别人心里有距离 其实是他自己 一道一道 把强阻起来的 对 可见他有多么的恐惧 跟害怕 他在潜意识里 待在了一个 他不相信有人会 一直待在他身边的 一个感觉 哇 如果这个没有透过 分析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想到 这一层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的 事情是 逻辑是 嗯 我没有找到一个 我觉得能够很 贴心 很 很深刻的关系 应该是我身边的人的 quality不够好 或者是 可能我要再去寻找一个 嗯 更好功能的人 嗯 因为我有功能很好嘛 那我身边的人 可能需要我照顾 那我要再找另一个 更强大的人 嗯 来 我才能得到满足 可是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 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 这样的人 嗯 因为是 因为他是自己把 一道一道的 嗯 一块一块的砖 把自己围在自己的 小小的 嗯 城堡里头 对 所以 嗯 所以 这里面就是 真的是好可惜 嗯 就是错过了好多 可能可以彼此真实相逐 跟好好被对待的可能 可是你又会知道 他的恐惧一定不是没有原因 是 对 所以我们会好好的要去探究 当然 换不同的人 有机会 嗯 但真正重要的是 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照顾那个 一直活在那个 担忧 嗯 要担忧里的你自己 你刚才讲说 我真的觉得 要承认真的很难 嗯 因为我说别人不够好 跟我要承认是我主强 我说别人不够好 好像比较容易 对 对 我也我也真的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人 愿意在那里 被你骂 我现在真的特别感谢 就是因为一个愿意去承受你 他还 就是他还没办法 靠近他自己的手 就还没办法去接触自己 其实主强的是自己 在自己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个人 你知道你这样子对他 暴怒 嗯 他还可以挺在那里 嗯 没有崩溃 嗯 没有离开 是 这多么的珍贵 也许他还不够有能力 真的 嗯 照顾到你 靠近你 是 可是光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够好的关系的可能性了 是啊 就我想到客体关系讲一句话 在我无法意识到的边界之外 有一个稳定的你在那 嗯 那个容器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嗯 好 我们最容易退行到小孩的状态就是亲密关系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一样啊 就是我讲的 我还是期待跟我的伴侣有一些互动 我也真心真心的希望 有些时候他可以真的再多体贴我一点 嗯 满足了我 我可以要求吗 或我应该怎么做又不会把自己丢掉 嗯 因为体贴把自己丢掉 可是又同时能够看见他是一个有限制的人 嗯 好难哦 真的很难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一直学习这件事情 嗯 那这里面我觉得关键真的第一个 嗯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想清楚 嗯 因为也许你在讲的需要 不一定是真的的需要 真的 我会有发现 要讲自己的需求好难 对 你会以为我只是要你花时间多陪我 是 然后可能对方就在你旁边 嗯 滑手机 嗯 那你就说我不是 我是要你陪我聊天 嗯 然后对方真的陪你聊天了 你也觉得 不够我要内在心灵的交流 我要我要深刻的 对 然后就发现 Deep是到底是什么 好 有没有发现很危难 然后其实你已经做了无数次的沟通 才可能做到这样子了 嗯 但是你会真的发现这样子 也许对方怎么做都 你是不满意的 对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需要讨论 所以把自己想清楚是第一步 可是跟你去沟通这件事情完全不抵触哦 嗯 你不是说你完全想清楚的再去沟通 那我想我们可能都要 我们就直接投胎好了 对对对 都不需要讨论 因为要想清楚是一辈子的事情 嗯 可是 呃 可以去跟对方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 是 因为你去讲 但是你那个态度不是我就要这个 嗯 而是我现在想到我可能需要这个 嗯 嗯 那你观察我是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你能做的是什么 就是可能伴侣之间也会试着做 刚刚那些过程你虽然可能 无论是你或你的伴侣有一些需求 然后他们试着做 发现嗯 好像还差一点点 嗯 然后再依着前面有的经验再往下再往下 嗯 其实这整个历程是很重要的 对 嗯 所以重要的真的就是一个持续的稳定 嗯 可以一直讨论 玉婷常在说做心理治疗没有什么 技巧啦 就是一直要来 哈哈 一直能看见 一直能讨论 对 然后真的想到什么都可以谈 其实一个好的关系就是这样 嗯 想到什么都能够跟对方讨论 嗯 那对方也许当下没有办法马上做出什么 让你很满意的回应 或者你也没办法做到同样的妥协 嗯 但这都没关系 重要的是你们两个 可以在下一次继续讨论 是 对 所以这真的是这样 我们越了解自己 嗯 然后我们有自己 我们才能允许对方也有自己 是 好 那我这边就想要问一下 我跳开一点 就是心理动力会给建议吗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当事人其实是一个很 很深刻的发现 嗯 原来我的功能良好都在逐墙 都在把别人推远 那这个时候 已经这么清楚了 心理动力就会 给一些建议吗 或是怎么做 嗯 我觉得 我 嗯 心理动力 会不会给建议 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看个人 嗯 就是那个个案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像刚刚那个个案 他其实真的是功能非常的好 他完全不需要我给他建议 可以想象吗 他会自己看书 嗯 他会自己反思自己 好 然后会看别人的 好 的那个表情 神情 嗯 给予回应 所以对他来说 真的不是方法上的建议 好 他需要的其实是 那个他说不出口 我需要竹墙的那个 嗯 嗯 安心感是什么 是 对 所以 嗯 但有些人喔 就是我就真的知道 我会听一听发现 他真的不懂欸 哈哈哈哈 是不是不能假设别人都 知道 对 所以我 我觉得我是会调整的 嗯 因为我 我以前会觉得 任何都 都是我们尽量不要给金 可是 真的越 越做越久 我会发现 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真的告诉他 对 那他就通了 其实重要的事情 是之后的事情 对 对 所以没有一定 那这里面可能 就是需要讲的事情 如果像刚刚那个 Cas的话 可能对他来讲 不是建议 而是他能不能开口 嗯 对 然后他如果 被拒绝的时候 他的反应又是什么 然后那个持续聊 是在聊这个 对不对 我既然已经发现了 那我一定要回到生活里 试着去做做看嘛 但是不会回去发现 然后就很顺利 Smooth 然后就很OK嘛 嗯 一定会 一定会知道了 但是又做不到 或者是在做的时候 有各种挣扎 嗯 然后再回来讨论 对 好 那最后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讲说 每一次每一次 都要回来想自己 嗯 对 那可是 其实 玉婷 我也想知道 像刚刚那样的 Cas 就是 那个 那个 要去承认 真的很难 如果有人就在那里 跑走了 你会怎么处理 嗯 我觉得呢 逃走一定有 原因 要嘛就是我们的关系 还不够让他信任来 开口跟我谈 是 那这样子 这个逃走就是 必然发生的 哦 对 但是 如果有哪一刻 他觉得 他想再回来跟我谈 嗯 那我是非常愿意的 因为 只要能够回来 嗯 他就是开始的下一个启程 OK 对 所以逃跑没关系 因为你知道 有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人生没有一定要 就是在某一个点上 把自己就逼到最极致 嗯 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各种可能 所以你想休息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所以重要的是 尊重你心里的感觉 是 所以你可以逃跑 是因为你知道你要休息 可是如果你的逃跑 是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你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想去见他了 对对对 那 那 这种时候我就会鼓励你 可能稍微 勉强一下自己回去 讨论 讨论看看 可是如果真的还是发现 还是没办法 那我们知道 那可能是 一个 还需要更久一点时间沉淀 嗯 那先离开也可以 嗯 就是 呃 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 你只要相信 你可以讨论的时候 你记得回来讨论 记得回来想自己 是 那就好 是 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我想大家一路听下来 就会发现 重点不是我们得到了 一个什么答案 或是得到了一个工具 而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办法 一次比一次的靠近自己 哪怕这个时候发现一个 我真的也有学生跟我说 他本来以为自己 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对自己有个假设 那在聊的过程里 聊着聊着聊着 我可能某一次给了他一个feedback 我也没有觉得那句话特别重 就是 我就 诶我好像 听到了你某些东西 然后我说 诶我好像感觉了你一个 什么我就回馈给他 然后那句话没想到 他一直放在心上 然后他可能 很shock 然后他也不是下一次就跟我讲 可能过了几次之后 他就是说 老师你那一次的那句话 让我对自己 的看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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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是挫折的 刚开始他是挫折的 然后我就说 哦 你 再多说一点 我们都会邀请他多说嘛 嗯 然后他才慢慢再去说 那里面 他要去承认自己 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说 可是我也不一定是对的呀 对不对 我也不一定是 我只是在 你给我的讯息里 然后我在那当时 有一个反应 可是他再次说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跟他澄清 嗯 我说哎对你可能这么 理解我那句话 有这一个种可能 但你现在说出来 我就有机会再多说 嗯 我那句话可能背后 更完整的意思 嗯 是什么 然后这个来回来回来回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到最后我们 对于他到底是谁 我们一样没有一个定论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 我猜在他过去的 生命经验里 是不会再拿出来讲的 嗯 他就会自己画了一个 哦 他是这样看我的 有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 有一个小声音 有没有 然后他就自己 一路这样想下去 嗯 可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事情是 他愿意再告诉我 那句话 后来让他怎么想了他自己 对 而他的想自己 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嗯 可是我觉得很珍贵 嗯 因为他又在讲出来 对 而且你就有机会跟他合对 对 然后他才发现 哇 原来对方 后面那一串都不是我的意思 对 然后他就 你们两个同时 嗯 都看见了你们自己在想些什么 然后你又可以让他足够信任的 嗯 继续想下去 对 我觉得光这个关系就好珍贵哦 对对对 即便最后因为我跟玉婷不一样 就是我没有做长期的个别质量嘛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时间有限 我都会最后跟学生说 我们的这个交谈只是个开始 嗯 就是我真的只是陪你开始而已 至少你不陌生这件事情 嗯 就有一个人会陪你 然后跟你讲你自己 然后时间都是留在你自己身上 嗯 这只是个开始 可是它不是ending 嗯 而且远远不及 对 所以我会想告诉大家 分享一个我自己想自己的方法 嗯 当然如果你身边有像玉婷这么好的心理 是一定要好好用 但是更多时候是 我自己会是 我会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安排 比如说运动 嗯 就是一个上次也有讲的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活动 嗯 固定我可以留给自己 然后有的时候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有材料想自己嘛 嗯 对不对 就是不一定生活里常常会有大事情发生 那有的时候我会的方法是我会听 像你们会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嗯 那节目里一定会有一些触动 然后我会从那里是个入口 然后去想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什么 嗯 我不会那么快的想要丢出去说 哦 它应该怎么做 我会很快的去想的事情是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这么想 嗯 然后我 我是怎么看这个人的 嗯 嗯 然后去想说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才是好的 我不会说我是对的 我会去想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我会更喜欢 嗯 那这都是一个靠近自己的方式 那当然线上课程也是 嗯 然后各种可以让你停下来想自己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 所以我觉得嘉玲分享的这些方式真的都是大家平常就可以做的 所以想自己不是说一定要多长的时间 其实在你的生活里能够有一个静下心来 嗯 不用很久 嗯 哪怕是三五分钟也好 嗯 你都可以去想自己的感觉跟自己对话 回到自己身上 是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只要开始 嗯 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 好的 那最后一样就是告诉大家 呃 心理治疗或者是心理分析 有时候有一定的框架 上次我们讲的时间框架空间框架 还有这一次收费框架 对不对 是 这些规则不是拿来限制我们 而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入口 是 规则如果全部都要配合 那你会没有了自己 可是如果你都要别人配合你 你也还是会惊艳到很多的痛苦 嗯 那规则是要让我们看见 我们彼此的差异 然后我们开始有讨论的空间 嗯 对 好 今天非常非常的精彩哦 好 那最后一样呢 还是宣传 我们已经有起点的App 请你到能下载App的地方 输入起点文化 好 那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期待未来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